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 获得我的记忆 难道我穿越者的身份要曝光了 我读取了你此生的记忆 你并非什么邪恶之辈 相反 你有仁爱之心 我也就放心了 啊 这意思是 纵然是古神 你只能读取原主的记忆 并不能读取我前世的记忆 而且系统的记忆也没有读取出来 难道系统的存在 又够于古神的存在 开始吧 以我古神博丧之名 赶尽最后的神力 以白玉为囤灵境地 呼啊 啊 白玉 坚持住 我用最后的神力 让你的身体成为牢笼 关押这亿万囤灵 奇妙的感觉 我的体内似乎前空倒出一般 白玉 我就要消亡了 抱歉 没有征求你的意见 强行把吞灵放入你的体内 前辈为了亿万生灵 奉献己身身死道消 晚辈佩服 晚辈愿意接过前辈重任 继续困住这些吞灵 这是我古神异族的神格 可以为你抵挡三次致命攻击 守护了第五神域无数年 终于到了消亡的时刻 白玉 你能不能答应我三件事 前辈请说 第一 一定要活着 你如果死了 这些吞灵就会全部破坑而出 一切的努力都白费了 这个我必须答应前辈 我不想死 第二 找到盗虚的其他碎片 让完整的盗虚重见天日 晚辈尽力 第三 如果有可能 接替我成为第五神域的主神 这个 晚辈不敢妄言 毕竟我还只是一个超人精的低级小修士 成为主神这种事情 想都不敢想 很好 你很靠谱 吞灵交给你 我放心了 恭送前辈 一路走好 废物 让你去寻明雪那小贱人 你竟然被俘虏了 还有脸向本女帝求救 这新冒出来的白玉门是什么来头 一下子俘虏七玉圣主 这可是大手笔 巨灵神将何在 属下在 你们带领十万天兵下界 参与九玉大战 这是统一九玉的好机会 是 怎么样 我利用最古老的真元之法 可以模糊地定位到小魔祖逃到了第五神域 第五神域 第五神域的主神已经消失数万年 那里混乱无比 几个大势力互相蒸发 小魔祖千万不能处以外 必须尽快确定准确访 不会太长时间 师父 你出来了 李娇 为师送你一件东西 看你是否有福销售 以前师父送的好东西多的是 我都受用无穷 怎么可能无福销售 这个给你 师父 这 这是何物 我感到了一股浩瀚无比的气息 大门 我找你有事 怎么回事 为什么感觉一股来自神明危压 我卡不住了 好家伙 这就晕了 神格的威力这么大吗 徒弟李兄 无法承载和使用神格 故此次赠送无效 师父 受了神通吧 果然 自神格这种主神之物 不是常人都能拥有的 李兄能坚持不晕 已经不错了 那我再送你一件东西 这又是什么 警告 吞灵乃是宇宙本源之物 任何本源之物 皆不可赠送 吞灵是宇宙本源之物 竟然不能赠送 就挺意外的 回来 古神伯桑 炼化了这些吞灵 我现在勉强可以预使它们 但就算预使一只 也感觉身体被偷空了不少 师父 要不起 这是神格 你怎么会有 先说你要不要得起 我自然可以收下 但因为神格神星过于强烈 会马上暴露我的位置 那算了 这东西 还是我自己留着吧 唉 这还是第一次 因为徒弟不给力 东西送不出去的 师父 你到底是何来历 我 原本不属于这个世界 不属于这个世界 难道 是超越神域的那片奇幻之地 万万没想到 我这师父来历通天 掌门 原本几个大狱已经同意交赎金 但是力天狱力血老祖现实 号召七狱联军一起进攻 接下来可能要面临大战 意料之中 七狱联军 那就让他们来吧 他叫人行 出自上玄宗 测爱死天 这是一切的用 我必须需要人 如果谁能护护 你只能啊 万里河山交同色 已经热解 少别碰 给我去 南天门历 大事一起 人族没有人 要么抗争 要么命运 全部这样 处死 我说了 要拍死 南天狱练艰了 李玄 你 Io能够尽 我用尽 你 我用尽 然后 给你 感谢观看